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空军核子与尚未驾驶幻象战机失联进入第七天搜救行动池进行中,截至最新的进展,空军已在雷达光点消失点附近约7里的海域,侦测到一次幻象战机黑核子的讯号,经过海军达光舰进行定位与交叉比对,确认黑核子讯号是来自水下约80到100公尺的深度。 不过海象太差,无法操作厕扫声纳,带天向好转再进行进一步水下辨识动作。 群方上周四,五就收到FDR黑核子在水下发出的讯号,但受到地形影响,讯号时有时无。 上报报道,在出动中科院最新讯号定位设备与达光舰接获讯号进行交叉比对,确认是由幻象战机黑核子发出的讯号,约在水下80到100公尺的深度。 空军司令部证实目前正进行海域标定与军舰声纳分析搜索及打捞书运规划作业, 带天向允许将配合阵配合机舰针前设备进行海空联合搜救,绝不放弃任何一丝搜救企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